当你生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你不知道说明书对你说了什么 你告诉那有说明书的人 有圣经的人为你祷告 你告诉有这个生命说明书的人说 带我去看你的上帝 绝对不要失去生命的说明书 这个叫做谨守 谨守以后就要遵行它 不照说明书来做事是危险的一件事情 你开着汽车的时候 说明书告诉你说 那个红灯亮起来的时候 你要赶快进车厂保养 你不理那个说明书 你告诉自己说 那一个小小的红灯算得了什么 不要紧我继续开 最后怎么样 你的车在路上烧着了 你就懊悔说 早该知道我把车拿去保养一下 有时候就太慢了 按照生命说明书 你的生命就会顺利 我要结束今天的分享 首先这句话 问题常常不是问题的本身 而是本身的问题 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 什么叫做问题的本身 什么叫做问题的本身 常常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 你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爆胎了 后面一句很重要 而是本身的问题 爆胎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不会换被胎 就这么简单吗 这句话 问题不是爆胎的问题 是这个人本身 不会换轮胎的问题 问题不是你换被胎 问题不是你遇到的困难很大 是因为你的信心 你的态度 你的行动全部都错误 所以一点点小事 你就不快乐 一点点小事 你就睡不着 一点点小事 你的脾气就大 你的脾气就大 一点点小事 你就怪别人 怪上帝 怪周围的人 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 是本身的问题 是因为我对上帝没有信心 是因为我态度错误 是因为我本身不懂得怎么行动 所以我卡死了 所以我花了很多钱请人来替我换一个轮胎 所以我花了很多钱 让我换一个轮胎 那个空胎 明明就在你车后箱 你就是那天耽误了三个小时 你看我们的生命 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 是本身的问题 所以最后这一段话 精彩了 因此当我们坚信任何情况 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可以勇敢的态度 面对这些挑战了 并且按照上帝话语的原则 指引我们去行动 我们就必然 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你道路就可以横通 凡事顺利 所以你遇到那个胞胎的时候 赶快把车里面的说明书 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你才发现 你车上还有一包 很宝贵的工具 然后你就到这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 做到第九个步骤就完成 每天你汗流到全身都湿了 你经历过人生当中 最辛苦的一件事情 天哪 我居然把一个轮胎给换下来了 可是你心中是喜乐的 你生命是得胜的 因为你经历了一次艰难的克服 水际的问题 常常不是外在问题的本身 是本身的问题 我要请你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新年要有正确的信心 正确的态度 带来正确的行动 我要为你祝福祷告 上帝啊 你让我们今天 听见这一段信息 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 我们在座的中间 弟兄姐妹 有一些信心都还很小 我们才开始学习来认识你 可是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开始 对你有一点点正确的信心 我们的态度就开始会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会 开始变得积极了 因为在我们所不能 在上帝劝囊 我们把我们生命中间 根据挑战的目标 带到你面前来 我们恳求你 加力量给我们 加智慧给我们 我们靠着你去面对 我们不惧怕 我们不退缩 我们就仰望你 我们去用具体的行动 来面对生命的考验 我们对问题说 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 乃是我要得胜这个问题 感谢上帝 你祝福我们 让我们凡事亨通 事事顺利 因为有你的话语 因为有你做我们的上帝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婚姻家庭 个人生活 也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感恩堂 教会的事工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未来要为主上帝 建更大的教会 因为这个地方 要成为许许多多人 生命的祝福 今天来这里的人 已经得上帝的祝福 还没有来的 将来也要来到这里 得上帝的祝福 感谢上帝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请坐